第25题 黑队挑战接绣球关卡 火焰头从摆档中的海盗船上抛下绣球 小黑可以在海盗船下方灰色区域自由移动接绣球 接到即可得分 请问火焰头在海盗船摆档到哪一点放手 让绣球自由落下 在下方的小黑可以接得最轻松 假为火焰头摆档的最高点 以为火焰头摆档的最低点 这个跟牛顿低运动定律有点关系 又是所谓的惯性定律 如果我们的锈球原来有速度的话 那么抛下之后 它还会顺着原来的速度方向前进 比如说我们的椅会有个水平速度 那么我们的柄虽然它的速度方向是斜的 但是也可以分解成垂直的速度跟水平的速度 所以他们抛下之后 锈球都会往前飞 所以我们的小黑就会接得比较不轻松 而我们的甲 在我们的瞬间的速度是静止的 所以抛下之后 它只会受重力向下 所以小黑在下方就可以直接接到了 就接得最轻松 因此第25题问我们说 请问你火焰头在海盗船摆档到哪一点时放手 让锈球自由落下 在下方的小黑可以接得最轻松 我们答案选择是A甲点